Shubi shubi always shubi is 娱乐极尖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极尖锋 Hello大家好 我是玲玲 哇老九们本周网团联播以来 创下了超高的点击率和收视率 那其中呢 陈伟霆在剧中的各种制服的造型 简直是学习了我们的少女心啊 那前脚电视剧刚播出 昨天陈伟霆的北京站演唱会门票 就开始发售了 刚一开售短短30秒内 就被粉丝们秒空 这也是用事实说明了 佛爷陈伟霆简直是能唱能跳能演啊 是全能偶像 那也跟大家说一说 7月18号陈伟霆也将做客我们的娱乐极尖锋 那各位观众有什么建议啊 心愿啊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和公共微信号来留言哦 好了 马上给我三分钟告诉你今天娱乐圈的大小事 选美亚军不服结果 夺过冠军后冠自己戴上 哥伦比亚的内瓦市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选美比赛 不过在今年的比赛中却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在评委选定20岁的法律系大学生瓦伦提纳 伯尼纳尼拉为冠军得主时 来自首都波哥大的亚军得主加梅斯 对这一结果不是满意 并做出了出格举动 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和诸多闪光灯的面前 一把将瓦伦提纳头上的后冠夺了过去 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随后加梅斯将桂冠随手放在了瓦伦提纳的头上 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舞台 与其形成对比的是 瓦伦提纳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姿态 只是耸了耸肩表示无奈 在加梅斯下场的时候还送给了她一记绯闻 然后回过头来 还面对观众露出微笑 呃我说亚军姑娘 这不正就是你和冠军之间的差距吗 梅西惹税务官司被判21个月罚款370万 近日出名求新梅西逃税一案 终于做出了正式的判决结果 梅西和担任其经纪人一职的父亲 被西班牙法院判处21个月的监禁 此外还面临350万欧元 约合259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不过根据西班牙法律的惯例 出犯且非暴力犯罪 背叛低于两年有期徒刑的人 有背叛缓刑的可能 加上梅西此前已缴纳保证金 且对社会不存在其他危害 因此梅西和她的父亲 可能不会面临真正的牢狱之灾 法庭指控梅西和她的父亲 涉嫌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 利用几家公司隐瞒肖像权所得收入 借此逃税416万欧元 梅西在出席庭审时多次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其父亲豪尔赫则愿意将罪名全部揽下 但是法庭最终裁定梅西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有罪 梅西已经连续两年位列收入最高的足球明星 光是去年的年薪就有7400万欧元 你说这又是何必呢 薛之谦向范明冰自剑唱主题曲 霍逢小刚称赞 段子手薛之谦最近又干了一件漂亮事 演绎了一次现实版的毛岁自剑 前日薛之谦在微博上at了范明冰 希望能在其新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中献歌一曲 我最擅长的就是毛岁自剑 敢问贵句缺主题曲吗 插曲也行 诶 哪怕是一声惊叹 我也愿意 段子微博发出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 简单点 交友的方式简单点 不过好说话的范爷第一时间回复了薛之谦 表示已经转告冯导 随后冯小刚也做出了回应 似乎是合作有望了 虽然薛之谦看似是一夜之间红了 但背后是多年的努力和对音乐不变的初心 先锋编辑整个报道 冯小刚在微博回复薛之谦的事 发现被at薛之谦的粉丝们刷屏了 应他们的要求是加了关注 又听了他的两首歌 丑拔怪和演员 有趣呢 又言之有误 后来薛之谦呢 也古灵尽怪地回复了冯导 表示非常激动了 诶 经过这件事让我相信了 毛遂自剑真是有用的 还有呢 就是坚挺的粉丝力量 是真的很重要了 我觉得我也要自己琢磨一下 就是给各个大腕导演们写个字件信 诶 各位还缺女一号吗 开个玩笑 因为灵灵呢 刚刚结束了 由咱们湖南芒果娱乐投拍的 青春偶像的奇幻剧 别那么骄傲 灵灵在当中呢 饰演痘痘一绝 也希望上映的时候呢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了 好了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下一条了 昨天啊 又有一群这个 头戴斗笠身披缩衣的不明人士 他们出现在了越方的广场 诶 是在干嘛呢 昨日由湖南娱乐频道和天狱广告 联合打造的国内首档户外农耕竞技节目 谁知盘中餐 精心策划的农夫快闪活动 在瑞芳商业广场上演 当天 五位穿戴缩衣 斗笠的小农夫忽然现身 数十位身着农耕服装的萌娃 尾随而至 双方展开了以农耕为主题的斗舞 吸引来了上百群众为官 现场人气十分火爆 谁知盘中餐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这是一档巧妙地将娱乐性和教育性结合的节目 也是国内首档户外农耕竞技节目 她向观众特别是00后 10后传递了珍惜劳动成果 爱惜粮食的理念 希望用农耕体验和亲子关系结合 构建父母回忆和孩子新奇体验的共同情感空间 当天节目组找来表演的萌娃们 平均年龄在七到八岁之间 在父母的陪同下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宣传 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传递了此节目的意义 为什么要节约粮食啊 有没有告诉我 因为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的辛苦 我觉得吧 现在小孩子的话比较挑食 能够让孩子来参加这一支活动 也能感受到 让孩子知道农民伯伯种田是很辛苦的 然后的话 希望孩子在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体验到地利节辛苦 确实是 一地米汗一地汗水 据悉该节目不仅吸引了村长李锐 芒果美女主持悠悠 三乡第一美女何晶晶 知名孝晴周卫星等众多艺人驻镇 还将拍摄地选择在了宁乡县双江口镇 到花香里农耕文化园 里面包含稻作文化长廊 欢乐植物迷宫 农耕体验区 连镇文化教育基地 花卉和水稻植物区五大主题区 适能是老年人找回忆 中年人找乡愁 小孩子受教育的亲子家庭游的目的地 而水稻盘中餐将在今晚9点40 在湖南娱乐频道欢乐开播 旋风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今天晚上9点40 湖南娱乐频道播出的 水稻盘中餐的节目呢 是一党适合一家人看 一起去玩的节目 那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周末的气温大概是34度左右 如果有家庭想去宁乡县 霜江口镇的道花香里 农耕文化园玩一下的话 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长沙的文化生活 今天下午呢 2016年中国长沙国际新锐话剧季 在长沙正式开幕了 在这次活动季将从6月到9月 跨越4个月的时间来为长沙市民 带来25场话剧 共聚11家国内外知名剧社的优秀剧目 将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让长沙人民关注 也真正的参与一下一场湖南人自己的画剧派对 本着集中展演国内外优秀新锐话剧 提升和丰富长沙维育生活的宗旨 由湖南省演艺集团 湖南大剧院主办的2016中国 长沙国际新锐话剧季 在今天下午举行了开幕式和发布会 来自国内外知名剧社团队也向在座的媒体分享了这次展演的剧目 2007年开始我们创作了一个大剧场版本 到今年真的是有八年 八年九年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九年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是其实我们创作了四个版本 两个大剧场版本和两个小剧场版本 但是这个张农萍 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 比如说他可以从一个商人的角度 我作为演员来诠释他 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 我作为演员来诠释他 今年话剧季是长沙举行的第二届 延续了上一届话剧季的国际视野 这次除了在座聊到的经典剧目外 还有法国玩偶剧《安纳托尔的小平底锅》 英画诗剧《面朝大海》 《装置儿童剧》 《银河铁道之夜》等等 囊括了11家国内外知名的剧社 12部优秀话剧 将在6到9月这4个月期间 轮番在湖南大剧院上演25场 除此之外 这届新一味话剧季还加入了一大特色 话剧走进校园开展论坛活动 联合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 目的是建立新兴受众群体 将高雅艺术融入校园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看来今年暑假 市民们又多了一个丰富文艺生活的好去处了 那些年错过的好话剧 接下来几个月通通还给你 咸丰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哇不仅有精彩的话剧 那往年的暑期党呢 也是国产电影的保护月 意思呢就是到7月和8月期间 是不鼓励引进海外大片来分票房的 让国产电影呢可以得以喘息 尤其是国产动画片 就会选择在这个时期内 扎堆上映啊 像去年的暑期 捉妖记还有煎饼侠 还有西游记之大胜归来 是撑起了整个中国的票房市场啊 但是今年呢 国产电影保护月消失了 好莱坞韩国 印度大片是扎堆而来 可以说是国产电影的第一次 在暑假党和进口电影正面交锋 哇那场面想想都觉得好可怕啊 不过呢还是有热血的电影人 知难而上的 比如第一次和电影接触的 摇滚歌手 震惊 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音乐家 唱出了新的级 想看着我放弃 我是你们的新级的手 欢迎 对 历经六年 由震军担任编剧的动画电影 摇滚造 终于在今天全国上映 而就在摇滚造谣 在北京剧情首映里时 高晓松 佟丽雅 小沈阳 王洛丹 等等好朋友都到场支持 其中王妃的亮相 引起了现场的小高潮 不过和首映红毯的阵容相比 摇滚造谣的排片似乎就有些冷清了 更有传言 影片应是华裔投资 所以遭到万达封杀 而先锋记者也根据排片软件 查询到长沙的排片量 确实 该片在长沙万达 只出现在中午12点和晚上6点 这基本上都是大家吃饭的点啊 对于此事 震军也表示无能为力 只希望一切都是谣言 闯到娱乐圈20多年 震军很少做宣传 除了唱歌外 面对媒体悉自如今 此次为了自己 偶情力学的动画电影 摇滚造谣 每一站巡演 他都是亲力亲为 对于这个必须人前吆喝的活 他很不适应 但作品不吆喝就没人知道 他也只能顺势而为改编自己 摇滚造谣是震军 根据自己的音乐追梦之路 编撰的故事 其实是把自己的故事 用动画的形式传递给大家 这部电影是第一部 全球发行的中国动漫电影 震军在创作时就把它定位成 一个既能让中国人喜欢 又能征服好莱坞的故事 六年磨一剑 相信震军的付出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截止到下午5点左右 摇滚藏傲的累计票房700万 排片量超过了韩战二 看来运行经理对于国产动漫还是非常支持和看好的 那接下来再说一部同天上映的动漫 大鱼海棠 同样截止到下午5点呢 累计票房是6100万左右 那又是一部怎么样的动画片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历史12年打造的国产漫画电影大鱼海棠 今天在全国正式供应 全国午夜点音场票房180万 豆瓣评分7.9 成绩已算不错 和很多国漫不同的是 大鱼海棠是用中国传统元素 创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凭空架设起了一个宏大神秘的全新世界观 电影里的人物角色多达100多人 而且每一个角色就有创作来源 并且很多灵感都来自古籍 《沙海经》 《猎仙传》 《搜神记》 《诗经》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非常的中国 无论是谁 这都是我犯的错 我不能看着大家因为我受苦 但是快 快走吧 快回家吧 你可以送他最后一场 不过 当他回到人间 就再也不会记得你了 从认识你 到跟你心里想 我从未后悔过 《大鱼海棠》在上映前 在北京举行了电影首映里 黄渤 邓超 管虎 梁静 操暴平等电影人和明星 都到场观影 在放映结束后 大家都对电影赞不绝口 黄渤 邓超也表示 为这部电影点赞 我能想象出12年前的样貌 是什么样 12年的努力应该是什么样 不管怎么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不仅仅是为这个电影高兴 为中国的动画电影 能有这样一部作品感到高兴 就是细细地在看每一处 每一处场景 每一个人物 然后二位导演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很喜欢 很喜欢中国有这样的作品 《大鱼海棠》 12年前推出了小短片 8年前推出预告片 期间《大鱼海棠》 因为资金困难 发起过众筹活动 获得了4000多个粉丝的 捐钱力挺 如今终于上映 电影片尾列出了 全部众筹者名单 感谢所有粉丝多年的支持 可见这部电影制作完成 实属不易 不少的观众 也是为了这个12年的梦 第一时间就去电影院 观看了该部电影 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只不过和圈内人 画风整齐的好评 不一样的是 首批观众觉得 是达到了国产漫画的 较高制作水准 画面是美的 音乐是好听的 配音是打动人的 但是剧情就 显得有些幼稚不足 但是在《先锋编辑》看来 不论这部电影 有没有达到完美的水准 大家都还会在 之后的创作之路上 不断地成长 理性的对待 也许才是目前 对待国产动画 最恰当的姿态 《先锋编辑》 整理报道 我想说呢 做一部动画片的成本 和时间都是相当长的 因为太过于专业 我觉得一时半会儿 也是解释不清楚 简单地说 就是动画片是按秒来算的 以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3 为例啊 它的总投资是2亿美元 一共是103分钟 平均成本是194万美元 一分钟 也就是说 30多万美金一分钟 一秒钟啊 一秒钟呀 像宫崎骏的 《千语千询》和《龙猫》那样呢 都是人一张一张的手工画出来的 如果是拍成电影90分钟的话 要画129600张图 还不包括背景呀 合成啊什么的 所以说动画片比拍一部 青春电影 爱情故事 从技术含量到时间金钱 都是要耗费千百倍的 解释了那么久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做动画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请大家多多去影院来观看来支持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 刚刚结束完香港演唱话的田富珍 最近形成满档 准备舞台剧摄影作品 还启动了新专辑日常的宣传 据说她在拍摄第二波主打曲 鱼波荡漾MV时吃了不少的裤头 领雨车 然后女明星 在那边挖土 在打滚 在那个湿地里面 很多人是怎么样 对于小夜曲音乐剧的表演 田富珍是第一次参与 这种类型的演出 消息一出 门票一开 粉丝就慷慨解囊 先把票买了再说 票房不愁 但舞台上的表演 对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当被问及 万一在表演时忘词了怎么办 她幽默地表示 我擅长笔手画脚 但是如果Ella和Selina到场支持 她她演会更加地紧张 那作为好姐妹的Ella 有没有帮你记台词呢 主要教我背台词的方式是 把一句一句的台词 想象成一个又一个的画面 然后那一个画面一个画面 出现在脑中 你就会想到要讲什么 根据安妮宝贝同名小说 改变的电视剧《八月威央》 近日在上海宣布正式开拍 南一号八月 由韩国人旗友相Ran出演 女主角魏央则由宋茜出演 在开启发布会上 从神秘门悄然出现的Ran 引起了现场粉丝尖叫不停 她也表示自己对这部作品 充满了期待 尤其是《八月》这个角色 她表示会跟导演多沟通 努力塑造好 不让大家失望 对 我的目标是 非常地韩女生 尊重地认识 而非常地认识 这些人的主角 是非常地区别的 青春国的主角 与新闻的力量 从电影《露水红颜》 到电视剧《克拉恋人》 Ran已经不是第一次 出演中国的影视作品了 之前尝试过多种角色 也得到国内粉丝的认可 此次再接中国偶像剧 当Ran被问到 是否有信心也好时 她表示一定会满足大家的期待 作为第一代网络作家 安妮宝贝是文艺青年们的代表人物 《八月未央》也是她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 对于7080后来说 是将其堪称一段青春的回忆 尽管如此 这篇安妮宝贝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 在影视圈里是公认的最难改编小说之一 曾经在2008年就传出 《八月未央》开拍周迅主演的消息 最后却不了了之 希望这次号称投资1.5个亿 能物有所值 小方编辑 城里报道 我们长沙演唱会的演出市场是逐年火爆 今年年初就有Big Bang 莫文蔚 梁静茹 张慧妹等等 7月会有IU 8月会有陈启珍 11月会有周杰伦 据说周杰伦的门票就已经 还没有发送 就已经销售一空了 而在昨天有一段 她早年间演唱会的视频再度翻红 虽然已经年代久远 但是呢也是被她的潇洒和才气所打动了 希望周杰伦来开演唱会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high fun了 好了那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 Shubi shubi always shubies 娱乐极先锋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由冷热三甜想吃就吃 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极先锋 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报告啊 玲玲呢是出去拍戏了 那我们的是由咱们湖南芒果娱乐 投拍的青春喜欢偶像剧 别那么骄傲 是由我们的金牌监制柴志平监制的 然后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当中 女一号林真心宋云化 我们一起来投拍 一起来合演的 所以在这里预告预告 希望上档的时候呢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啦 好了今天的娱乐极延峰就到这里结束了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啦 拜拜 拜拜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 让我愿意付出所有 总是会偶尔遇到 冷酷的人 让你感到很受伤 我们一哭一乱 我们要运用这伪伴 听着一把破吉他 也能把世界改变 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音乐家 一直走 到幻生却散愁弄 到心中一匆匆 你会以自己卫弱 没有学度这一生 进城去吧 要是不顺利 就回家来 从此跟你的音乐梦想 用别 并不是所有道路 都达到目的 也许只为无限疯狂 也不是所有的爱 都非要占有 也许真的一无所求 我们一哭一乱 我们要运用这伪伴 听着一把破了几层 也能把世界改变 一去搜 到幻生却散愁 到心中一匆匆 你会以自己卫弱 没有学度这一生 有人会背叛你 但不会是我 只要你回来 我永远都在 有人会陪伴你 但愿